中國自治 無針妻 徵搜 無人機號稱連愛國者飛彈 都攔不到 為共軍執行 勤搜任務 我國漢光軍演前夕 現宗台灣 東南海域 同樣是中國國機國造 這款TB洞洞腰雙尾斜無人機 不只是中國現役最大型無人機 結合徵搜打擊功能 更令我軍難以忽視 因為從四月底首度逆時針繞台 漢光首日再度親門踏戶 一方面觀察 國軍在防衛作戰的模式或者是型態 那另外一方面在指揮管制方面 他可以吸收到很多電子參數 共軍遠程遙控無人機 經營台海周邊戰場環境 早在漢光前夕 解放軍就派出被稱為 中國版全球鷹的無針漆 跟雙尾斜無人機擾台 針打一體還能掛彈脅迫我軍 另一款彩虹四型無人機 續航時間長達40小時 搭載先進綜合孔徑雷達 瓦可攜帶一頓彈藥 他當然是介於一種戰爭 或者近視戰爭的這種手段 來干擾來疲憊 現在不管是俄羅斯或者烏克蘭 都在積極發展這種遠程的 自殺性的無人機 我這個可能要比較注意 他就是透過他的遠程高空 然後去瞄準一些比較深遠的目標 然後進行打擊 台海灰色地帶攻防戰 喬喬展開 再加上投入烏爾戰爭的伊朗 至長城自殺式無人機 未來恐成為中共犯台 用兵主力 有訊息說 這個中共也跟伊朗買了 大概兩三萬架這樣的自殺式無人機 那我覺得這個可能是必須要 掌握跟注意 共軍無人機搖身成為犯台主力 我國漢光實戰軍演 勢必得納入無人機戰術運用 轉換戰略思維 這新聞和公司的徐宗長報導